我递考了倒数第一 故我去给他开家长会 哥求你了 我们班主任长得特别美 我去了看着站在讲台上前女友的脸 我陷入了沉思 等到家长会结束我刚要走 被他喊住 几个小家长 才分手几年孩子都这么大 我下意识对他 当后爹不行 前女友的脸顿时黑了 第二天 他非说要来家访 哥我求你了 你帮我去开班会吧 我们班主任长得俊美 真的看着这个比我小时多岁的弟 我默默地叹了口气 怎么说我们家也是优质的读书记忆 年级倒数第一开家长会 我的脸可没这么大 算了吧 你还是让爸妈带你去吧 我弟一脸震惊的盯着我 哥这件事让爸妈知道 你觉得我还有命活吗 他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我给你钱 我丝毫不心动 你也没几块钱 我弟有几斤脊梁我还能不知道 我弟就激动 但我们班主任真的特别美 钱没诱惑到我 但这句话真的诱惑到了我 我倒要看看在阎控弟弟的嘴里 还能是美女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我沉默了一会儿 其实我可以试试 毕竟是要来见美女的 出门前我特意好好打扮了一份 坐在一群叔叔阿姨中间 我感觉我简直是亮仔自信放光芒 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一抹修长的身影缓缓走入教室 一身白色白色长裙 其实什么都还没做 举手投足间已经自然而然的散发出 让人离不开视线的贵迹 看着柳如烟那倾国倾城的容颜 下面的家长不淡定了 忍不住发出了阵阵低呼 这个老师颜值堪比明星呀 我天啊 也长得太美了吧 听说还是这所学校聘请的最高质量教师 我家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要是能介绍给这老师就太好了 哎哎哎 你们可别和我抢 这老师是我看上的 别说其他家长 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惊讶的嘴 里都快可以塞鸡蛋 不得不说 几年不见 柳如烟的魅力丝毫不减 甚至妩媚能力更强了 连这帮叔叔阿姨都被她的魅力深深蛰伏 我弟没骗我 她的班主任真的俱美 非常有魅力 可特么的 这是我前女友啊 在看到来人的一瞬间 我压麻呆在原地 反应过来之后 第一时间想偷溜走人 台上柳如烟两薄的视线 却恰好在我的身上 我硬着头皮僵硬地坐定在位置上 请大家保持安静 随着甜美的声音落下 台上的柳如烟正是开始了 这一次的家长会讨论 而我身旁的两个阿姨 还在兴致地讨论着 到底谁可以成为老师的婆婆 柳如烟当初是我们学校的高领之花 很不好追 毫不夸张地说 整个学校里半个学校的男生 都对他心怀不顾 像所有男生那样 我也偷偷喜欢着他 这件事被作为校草的我室友知道 他狠狠地嘲讽了我一番 也不看自己够不够格 竟然喜欢和自己天差地别的人 我怒了 我不够格 难道够格的还能是你 校草十分自信 那我肯定是比你优秀的 我敢保证 整个学校的男生就算舔他 他都不会接受 除了我 看着他这副高傲的样子 我简直想狠狠往他脸上涂了口口水 别搞笑了好吗 真以为自己稍微帅一点 全世界的人就得围着你转 你不是说除了你追 他不会接受其他人吗 要不我们来打赌 可笑草依旧十分自信 赌就赌为了追到柳如烟 我定了一个长久计划 什么早中晚送餐 各种送温暖送祝福 我都已经想好了 隔天操场上 我伪装惩罚传单的学生 靠近柳如烟 试探性的来了句 同学你好美啊 我能追你吗 没想到 他没等我发功 当即就点头同意了 不用追 我同意了 别人说其他人 我都惊呆了 就这样 高岭之花柳如烟 竟然被我轻易追到了 台上柳如烟 正对这一次的班会主题 进行着解说 甜美的声音 带着特有的魅力 信源心疲 此时的她正巧 从我的身旁走 我微微闭了闭眼睛 我似乎还是能感受到她的气息 依旧如几年前那样 温柔令人安心 其实当初我们在一起之后 交往一直很顺利 她也对我很好 所有人都说 我走了狗屎运 竟然让这么美的柳如烟 全身心的为我着迷 而和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很幸福 甜蜜 可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就两地分居了 每天只能隔着网线 表达对对方的思念 就算有时候我不舒服 急需要有人在我的身边帮助 陪伴我 我也摸不到她 再加上柳如烟当初工作很忙 就算给她发消息 打电话 我也很可能会扑空 有一次我刚下班 肚子就一阵钻心的疼 当时一个人窝在出租屋里 浑身冒冷汗的 我脑海里想的就是她 即使手心发冷 我也颤抖着拿出手机 给她打电话 嘟嘟嘟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忙 我尝试拨打她的电话很多次 可都是一样的结果 冰冷机械的盲音 彻底让我的心跌入谷底 最后实在联系不到她 我只能打电话给我的同事 当时的同事赶到的时候 我已经因为剧烈的疼痛昏迷了 她连夜把我送到了医院 这件事之后 我在医院住了几天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她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除了时不时在网上和我聊天之外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 在住院的这几天里 我也想了很多 出院之后 我和柳如烟提了分手 我们分手吧 我想要一个稳定工作的女朋友 还不要一点 我提分手之后她慌了 几博答 你突然间怎么了 那时候我的情绪很差 一直坚定着我的想法 我说了我要分手 我太累了 你不要这样 我们之间好好聊聊 没什么好聊的 分手 我说分手你听不懂吗 而结束聊天之后 我也第一时间删除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 说来也奇怪 分手明明是我提的 可分手之后窝在出租屋里 哭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人也是我 台上柳如烟甜美的声音传入耳畔 好了 这一次我们的班会就结束了 希望各位家长回去以后能多督促孩子 从回忆中抽回思绪 我也打算收拾东西走人 没想到台上的柳如烟 却缓缓迈步向我这边走来 看到她靠近我更慌了 原本想避开的她却直接喊住了我 吉博小家长 年纪轻轻就当爹了 我弟很慌张 不知所措地拉着我的一脚 柳如烟凉薄的视线淡淡地扫步 可以说一下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我弟害怕被揭穿 连忙开口 老师 这是我爹 听到回复之后 柳如烟似乎发出了一声冷吃 随后意味不明地开口 年纪轻轻就给人当爹了 我下意识对他 当后爹不行 开口说完这句话后 我自己也惊到了 我怎么口无遮拦啊 听到我准确地回复之后 柳如烟愣了一下 随后意味不明地再次勾唇 只是这一次的笑容 冷意更甚 好好好 如此有压迫感的气压 让我和我弟都感觉这一次快晚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接下来的事情 我的手一伸 本能地拉住了我弟 闭了闭眼 一鼓作气 转身就跑 由于逃跑得太过匆忙 回到家的时候 我和我弟还喘着粗气 看着我俩这副模样 我爸我妈皱眉问我 发生了什么 你俩怎么喘成这样 在我弟开口之前 我连忙摇头 没事没事 我俩刚刚去运动了 所以现在才喘粗气的 再次疑惑地看了眼我们 我爸这才开口 说走就走的旅行 再加上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我爸妈就更放心了 时不时就把我弟扔给我 像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见怪不怪 行吧 而当天我爸我妈就开始连夜收拾东西 我弟神秘兮兮地来到我的房间 你跟我们班主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有些心虚本能地握紧了手指 没关系啊 我弟压根不信 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表情 那你不说的话 我就只能自己去问我们班主任了 看我弟转身要出房间 我连忙拉住他的手 别太一脸坏笑 那就把你们的故事好好说给我听听吧 看着我弟这副掌握一切的表情 我松开了他的手 你要是乱来的话 我不介意把今天的事情告诉爸妈 并且还能让你们的班主任好好管理 我弟念了 即使很好奇 他也只能将自己好奇的心使劲憋住 从小看着我弟长大 我还能不知道怎么拿捏他 嘿嘿 跟他老哥斗 他还嫩了点 原本以为遇见柳如烟的事情就会这样翻篇的 我和他的再次交集 在这一次之后也会彻底断掉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 家里的电话就响了 是作为我弟班主任的柳如烟打来的 在家骂我来家访 听到话筒那边熟悉甜美的声音 我整个人都骂了 今天是周末呀 他就这么热爱工作吗 我使劲掐了掐手心 让自己尽可能镇定 老师抱歉 我们家可能不太方便了 嗯没错 只要拒绝就好了 被拒绝之后那边也不慌 可是我已经在你们家门口了 方便开一下门吗 我再次震惊了 老师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这样一来就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了 即使再不愿意 我和我弟都只能硬着头皮将门打开 今天的柳如烟穿着普通的家具装 站在门前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慵懒随意的美丽 进门之后 他自然的迈着步 走到沙发上坐下 我和我弟局促的站在原地 就像等待批评的两个犯错学生 柳如烟的视线缓缓地扫过周围 薄唇微动 家里就你们两个 我瞪大眼睛 这才想起来 爹有了 还没有霸脑 幸好我弟反应快 是这样的 我妈去出差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柳如烟的面色有些沉下来 却还是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我也赞赏地看向我弟 不错不错 真是好弟弟啊 够机灵 柳如烟眉头不可察觉地微微骤气 平常都是你带孩子 我沉默了一下点头 我爸妈时不时地来场旅游 说我带孩子也不算撒谎 你现在还会做家务活了 我如实摇头 她的神色紧绷 还是时不时地点奶茶外卖吗 我摇头 结婚之后你们的感情好吗 她问的这些问题根本就不像家讽 反而像是在喝 前任酗酒 我暗自呼了口气 连忙把持住 还行她顾家吗 经常出差 你觉得自己过得幸福吗 我抽出着嘴角 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了 我弟在旁边连忙接话 我妈特别顾家 不经常出差的 这一次只是例外 她薄唇微敏 吉博小十二岁 你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和她爸在一起 我弟眼看着情况有些难以把控 果断溜 老师你喝点什么都行 进入厨房之后 我弟在厨房里又喊了一句 哥家里茶叶没了吗 而就是我弟的这一声 哥让柳如烟眸里闪过一抹深邃 倒吸了口凉气 我连忙圆了句 为了显年轻 我出门在外 会让我儿子喊我哥 他没倒过来 他那双黑眸紧紧的腻着我 意味不明的 咯了一声 幸好他没有就这件事过多追究 只是和柳如烟坐在一起 闻着他身上飘来的那淡淡的熟悉的清香 我会忍不住的恍惚 曾几何时 我们是最亲密的存在 可是现在 也许曾经的我们 如果不是因为异地 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眼看着已经到午饭时间 我主动开口 留下来吃个饭碗 当初分手是我提的 我们两年来正式的一面都没有见过 对于他 我也许是怀有愧疚的 这一顿餐就算是弥补当初的遗憾 还好他也没有拒绝 在我进入厨房做饭的时候 他也进来主动帮我 我俩配合默契 恍惚之间就像回到了当初 看着我动作俐落地做着饭 他挑眉 看起来你厨艺不错 我害羞地抿了抿唇 一般一般 我爸我妈经常不着家 我弟又还小 做饭的任务 自然而然地经常落在我的身上 我的厨艺就这样锻炼出来了 我记得你喜欢吃糖醋排骨 正好今天家里买了排骨 我的话音还未落下 突然意识到现在的我 关系已经不是可以记得 对方喜好的时候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喜好 他会不会觉得 我对他一直心怀不轨啊 他沉默了一会儿 真巧我今天特别想吃糖醋排骨 那就做吧 时隔多年 这是我第一次离他那么近 他的侧脸依旧是那么好看 睫毛那么长 鼻子那么挺 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我看得入迷 就连超排骨的水 已经开了都没发现 几博打 听着他甜美的声音 我猛然回神 连忙将电磁炉给关了 想起我刚当的反应 我的脸控制不住的红了 当年提分手的明明是我 现在又有什么资格流连忘 他只是深深的看了看我 幸好没有多说什么 平常吃饭的时候 我和我弟不得大战的三百回合 但现在面对柳如烟 我和我弟都喜欢安静 尤其是我弟 只敢拿着筷子家面前的菜 不愧是老师的压制 幸好吃饭的时候 柳如烟没有再问我 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而是关心起了我弟的学习情况 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注意到面前 柳如烟额头渗出了细细蜜蜜的冷汗 连握着筷子的手 都在控制不住的颤抖 似乎在极力压抑着什么 意识到不对之后 我也及时开口问他 你怎么了我胃疼 压抑的声音 让我紧绷的神经达到了顶峰 一般胃部不会无缘无故疼痛 肯定是长期不好好吃饭 养成了胃病 看着他如此压抑的模样 我特别担心 放下筷子之后 直接来到了他的身旁 胃痛的话应该吃胃药吧 你有没有带药来 感觉怎么样 疼得特别受不了吗 不行不行 这情况必须去医院 话音刚落 我指挥起了我弟 你去拿车钥匙 我们送他去医院 因为事出紧急 我俩不敢耽搁 我扶着柳如烟 来到楼下后 直接驱车来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后我扶着他 突然我听到他甜美 而虚弱的声音 在我的耳畔边响起 你是不是还在乎我 才会这么紧张 这是我们两个的距离极尽 他喷洒出的灼热气息 似乎还能落在 我敏感的肌肤上 引得我不自觉地站立 我连忙否认 不是我这样着急 只是因为你是小达的老师 听到我的回答之后 身旁的柳如烟 没有再开口说话 即使他保持着沉默 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 从他身上传来的 那甜美的气压 在他被送入急诊室之后 我也重重地松了口气 我以为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放下了 可在知道他可能出事的时候 我竟然还是如此 控制不住地紧张 跟你和我们班主任 关系不简单吧 发生了那么多 我弟自然而然地 也看出了不对 我用力地握住了 还在颤抖的手 她是我前女友 我弟发出了惊讶的报名 我靠电视剧 都不敢这么演吧 意识到这是医院之后 他才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柳如烟现在的情况 有些不太明了 必须做卫镜的详细检查 而他在这座城市里 并没有其他的情人 所有的手续 只能由我帮他办理 其实我有些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会突然选择 来自一座城市发展 难道是因为这座城市有我 脑海里刚刚出现 这个想法的时候 马上被我给否认了 不会的不会的 都过去这么久了 做完卫镜检查 柳如烟就被转到了病房里 看着床上此刻 俊美脸上依旧带着苍白的柳如烟 我的心里竟然有说不出的压抑 此时的他闭着眼睛 那长长的睫毛盖在眼睛之下 浑身上下冷力的气息淡去了不少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柔和的不像话 就在我认真盯着他看的时候 一双纤细的小手 却突然猛地握住了我的手 我愣了一下 想要成为手 却发现他的力道很大 握得很紧 麻醉要紧还没过去的柳如烟 此时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几博达 你不要离开我好吗 我真的爱你 离开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活下去了 几博达 我爱你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几博达 我不想和你分手 被他紧紧地握着手 听着他半昏迷状态下的深情告白 我愣住了 他说的是胡话吗 柳如烟在这座城市 没有其他认识的人 再加上他刚做完胃警 还在麻醉当中 我也不放心离开 就一直在医院陪着他 看着他渐渐清醒 我也松了口气 柳如烟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眼眸里带着明显的恍惚 想起刚刚医生的话里 我也不由得皱起了眉 好好吃饭就这么难吗 非把自己的胃搞出毛病 而在我发火的时候 他只是静静地看住我 眼眸里的情绪那么浓郁 又像是在极力压制着什么 想起他刚刚半昏迷状态下的深情告白 我的心猛的一抖 呼了口气 既然你没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这句话 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在我起身的那一刻 他叫住了我 几博达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应了他 嗯刚刚我有东西落在你家了 一起回你家拿吧 每次和他待在一起 我总会感觉我心脏的位置难受的慌 可现在他都这样主动提起了 我只能接受 回去的路上 我悄咪咪地打量着他 看着他的状态已经恢复过来 也默默地松了口气 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又提醒了他一句 以后要按时吃饭 他看向我 沉默了几秒 就在这几秒的时间里 我却觉得无比漫长 嗯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他刚刚半昏迷状态下的深情告白 也许就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打开了家门 可就在门打开的那一刻 我们三个人都试话了 只见客厅里放着两个大行李箱 爸妈也赫然出现在客厅里 哎他俩不是去旅游了吗 按照平常的习惯 不得出去个一两星期 现在这是怎么了 我爸看见我们 也笑着解释 飞机延误 我们在周围转了一下就回来了 随后他的视线也落在了 站在我身旁的柳如烟身上 眼睛一亮 我明显地在我爸眼里看到了兴奋的光 对于我一直单身这件事 他们早就有意见了 现在终于在我的身边看到活的异性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 这位视而此刻 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的人 还有柳如烟 他不明白 面前这两个中年人和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家 柳如烟抿了抿唇 正打算开口 我弟连忙上前一步做起了介绍 老师其实这才是我爸妈 在我弟的介绍声落下之后 不久前还假扮我弟妈妈的我特别尴尬 就差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我默默地盯着地板 脚趾抠地 柳如烟已经上前一步 做起了自我介绍 叔叔阿姨好 其实我是几伯达的前女友 很抱歉 贸然拜访 而在听到柳如烟的介绍后 我爸妈嘴角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我爸更是一把推开了 我妈上前热情地握住了柳如烟的手 你就是柳如烟吧 我们家几伯达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 后来你们怎么就分手了 失去了你这么一个好的闺女 我可是伤心了好久 既然来了 今晚就别走吧 留下来一起吃个饭 我爸的嘴角也保持着笑容 是啊是啊 再次相遇就是有缘分 一定要吃个饭 你们当初分手真的是太可惜了 在你们当初分手之后 几伯达这么多年 一直保持着单身 我想她的心里肯定是还没忘了 看着我爸我妈这副热情的模样 我在一旁满脸问好 嗯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前女友是什么意思呀 他们把我埋藏在心里的小秘密 就这么轻易地全盘拖出了 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也是格外的热情 一个进王柳如烟的碗里加菜 当初你们分手之后 几伯达真的伤心了好久 从那之后我们就没在他身边看过其他的异性 说实话 我和他妈还担心了好一阵 真怕他因此就想不开 听着我爸不断地碎碎念 我果断地往他碗里加了块红烧肉 爸你快多吃点 别说了别说了 身旁的柳如烟侧目 意味不明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薄唇轻动 其实当初几伯达和我提分手之后 我也特别不能接受 这么多年也一直保持着单身 听着他主动听 起了自己单身的话题 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地又想起了 刚刚他在医院时 对我说着的那些话 现在怎么越来越觉得那些话 就是发自真心的 我妈也特热情 既然你俩都是单身 那肯定是心里还有彼此 对吧 听着我妈的问话 我的心也忍不住提到了顶点 其实再次遇到他 除了震惊之外 我的心底更多的是惊喜 在知道他可能还喜欢着我之后 心里的那股喜悦更是快憋不住了 我妈继续往柳如烟的碗里加菜 我听几伯达说 你们全家都不在这边发展 你怎么突然想来这边呢 听着我妈问出这个问题 我也忍不住握紧了手中的筷子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挺想知道的 柳如烟顿了一下 其实我来到这边 是为了几伯达 在听到他的回答后 我的心里竟然有了一股控制不了的欢喜 而我爸妈也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 将所有的遐想空间留给我们 吃完饭后 我爸妈依依不舍地留下柳如烟喝了会茶 因为她明天学校还有课 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放她离开 晚上我躺在床上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 在见面之后发生的种种 我情不自禁地起身 打开了床头柜 拿出了和她的合影 其实这么久 我们都没有忘记彼此 我犹豫地拿出了手机 刚想给她发消息 叮咚 是柳如烟 睡了吗 我快速回复 没呢 你的肚子还痛吗 没事了放心吧 我紧紧地握着手机 原本以为我们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停止了 没想到过了几秒后 她再次发来 今天我和叔叔阿姨的谈话 你怎么看 我突然想起了 她向我爸妈公开承认这么多年 并没有忘记我的事 心里不自觉地出现了一股暖流 我紧紧地握住了手机 心脏快速跳动 可是当初是我甩了你 你真的不介意吗 明明当初我们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 我却那样仓促地提了分手 这话了谁都难以接受吧 没想到她就快速地回复了我 当初我们异点 缺乏情感的交流 而且我也已经查出来了 再和我分手前里住院了 我的思绪忍不住地飘远 她却再次发来信息向我保证 那些都过去了 以后只要你有需要 一回头 肯定会有我的身影 我躺在床上 安静地看着她给我发来的蚊子 喉咙有控制不住的哽咽 下一秒 她发来了一段长达60秒的语音 吉伯达 这么多年 我从未忘记过你 我真的难以想象 往后的日子没有你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我爱你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要再分开了 我不断重复地听着她给我发来的这段语音 心里的感动也在逐渐加深 泪花控制不住地从眼眶里滑落下来 我也给她发送了语音 嗯我们重新在一起吧 在和柳如烟确定复合之后 已经确认了复合 第二天我起了的大早 打扮了一下 穿上了白色西装 再一次来到了柳如烟工作的地方 此时柳如烟正坐在办公室里 身上穿着简单的白色长裙 修长的手指拿着钢笔 看样子正在披杆作业 明明什么也没做 她却总是这样吸引人 我轻轻地仰起嘴角 刚要迈步进门 却发现办公室里另外一抹熟悉的身影 穿着黑色西装 整齐的发型 而在我进门的时候 他们似乎在进行的什么有趣的谈话 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几年不见 作为笑草的柳腾成 依旧那么帅 只是他俩 倒吸了口凉气 我默默地握紧了手指 正打算转身离开 柳腾成却发现了 我从位置上起身之后 直接来到了我的跟前 此刻的他笑容灿满 带哥好 我原本脑海里 已经挠不出了他个人打脸我的画面 可他开口的那一刻 我彻底呆住了 嫂子 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 柳腾成歪了歪脑袋 瞒着你这么久 真是不好意思 其实柳如烟是我姐 听着柳腾成的话语 我的整个脑子是乱的 她是你姐 那你当初又为什么和我打赌追她 我愣愣地说完这句话 脑海里也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所以说从一开始 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柳腾成做出一个 双手合十的抱歉姿势跟我说的 哥当初我说那些话很讨人厌 可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因为当初那个打赌 我确实还讨厌过柳腾成一段时间 感觉她这人特别高 有种狗眼看人低的意思 可现在突然告诉我 一切都是误会 我有点没反应过来 等理清楚头绪之后 被耍了的我 也开始愤愤不平 我哼了一声 意味不明地看向一旁的那个柳如烟 我看起来很好耍 我就说怎么当初我一提出要追她 她比我还激动 还答应得那么爽快 而看到我的视线后 原本还坐在座位上的柳如烟 彻底不淡定 她直接来到我的跟前 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像是生怕了 我会转身离开似的 几博达 你不要生气 我当初真的是怕你不喜欢我才这样 我保证以后不管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再隐瞒你 看着我面色沉冷 高冷如她竟然伸出了手 主动握住我的手 别生气了好吗 我真的是太想和你在一起了 即使心里很感动 她为了接近我而做出的那些努力 可被她选了之后的愤怒和自尊心 还是让我用力地甩开她 转身离开 担心她会追上来 所以这一次我跑得很快 小区楼下那个 每天拿着玫瑰花等着的漂亮柳如烟 是谁家闺女啊 对啊对啊 我也每天都看见她呢 不知道哪个男的这么有福气 遇到这么深情的柳如烟 她每天也就拿着玫瑰呆呆的在那里 什么也不说 应该是不想打扰男孩子的生活吧 要是我 你一个女的愿意天天这样在楼下等我 不管她犯什么错 我肯定原谅她 听着邻居的讨论声传入耳畔 我的心忍不住沉重起来 原来已经这么久了 她依旧每天都准时在楼下等着我 就连我弟都看不下去 主动来我跟前求过情 哥你就原谅我们班主任吧 我能看出他真的很爱你 看着我低着小皮海 我挺无奈的 你怎么看出来了 你想呀 班主任和你分手之后 身边从来没有其他异性 像他这样的美丽柳如烟 你觉得会没有人追吗 可是他还是为了你守身如玉 另外 你说他当年设计让你成为他的女朋友 在我看来他也是因为太喜欢你了 才出此下策的 听着我弟说的话 我轻叹了口气 直接回避了他 家里的酱油没了吧 我去买 我推开了 我弟直接出门 买完酱油后 由于电梯坏了 我只能走楼梯 真的是 人倒霉了 喝凉水都塞呀 我一步一步往上 就在我将到我们家楼层的时候 突然一只小手揽住了我的腰 把我抵在了墙上 他的力气极大 我慌了 本能地举起酱油 要往他的头上砸去 是我 听着那熟悉的声音 我所有的警戒才消失 柳如烟你疯了 吓死我了好吗 周围一片漆黑 柳如烟就这样将我抵在了墙壁 与他之间 平静下来 我这才闻到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酒腥味 我皱美你喝酒了 季伯达我爱你 他突然告白 一只手俯上了我的脸 指尖的触感落在我的肌肤上 引起我不自觉地站立 周围的环境太过于昏暗 我什么都看不见 鼻翼之间嗅到他熟悉的味道 这才让我有了稍微的安心 季伯达 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拿出手机 我很想给你发消息 可我拼命地忍住了 我很想直接冲上你家找你 可我又害怕打扰你 我真的很想很想你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我的所有来交换 只愿和你在一起 挤波打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好吗 我安静地听着耳边传来的话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泪流满面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很多 他紧紧地抱住我 一滴泪水滴在了我的肌肤上 原谅我好吗 好话音落下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这几天压在心口的那颗大石头终于落地 而得到我准确恢复的柳如烟 明显地顿了一下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修长的手指抵住了我的下 微微一抬 下个瞬间 柔软的触感落在了我的唇上 他的动作强势 带着满满的侵略气息 而在他这种强势的攻略下 我也渐渐地软了腿 你以为我快喘不过气了 嘟嘟囔囔地去推他 他突然叹了口气 松开了我 将我抱在怀里 笨蛋这么久了 连接吻都没学会 我皱了皱眉 本能地反驳道 如果和你分开后 我学会了接吻 你才该着急吧 头顶传来他的轻笑 下一秒 他甜美的声音 灌进我的耳朵里 那之后的时间里 我们慢慢学习 我的脸控制不住的一红 没羞没臊的加了一句 要学习的还挺多的 他的嗓音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了暗牙 恩我们一起努力